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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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我是GuruTeddy 又是我们学习丁丁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好那么这一期我们来说一说 付费版的丁丁好不好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呢 在丁丁的专业版 一旦你购买了过后呢 你可以同步登录五台不同的手机 五台不同的电脑以及五台不同的这个平板 啊 当然是使用你的账号啦 那么你买了这个专业版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启动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打开你的手机 点击你的人头箱 点击设置与隐私 再点击通用 然后在最下方有没有看到 多个同类型设备同时登录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必须要打开啦 啊就是这么样的 呃简单咯哈 但是大家要记得哈 如果你完全没有购买丁丁的专业版呢 你是呃完全无法的使用啦 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 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呢 请记得like and share 最后最后 ABCD一步到位 下期再见拜拜